今天我们分享正好到了 以弗所书五章15到20节 而这一段所讲的是 把握新人的生命 这是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前几次我们提到一个基督徒 最重要的是上帝所赐的新生命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不是我去信来的 我接受这个信仰 不是我们的功劳 这是神特别的恩典 因为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 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赏赐给我们的 可是一个基督徒 当他有了这个新生命之后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 就是要天天改换我们的心智 天天改换我们的心智 换句话说 当我们有了这一个生命之后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是一个心智的人 我们应该告诉我自己说 今天是上帝所赐给我的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认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六十四岁得了癌症 他以前得过很多的病 后来六十四岁得了一个癌症 是致死的 因为医生说最多活不过一年 从那一天开始我父亲又活了十八年 可是他活了十八年是很稀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他的命是不可能存在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说我把这一天献给你 因为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他就这样祷告了十八年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跟上帝说 谢谢你多给我一天的生命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 我可以爱人的时候爱人 可以做见证的时候做见证 你叫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圣经 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要睡觉了 他跟我们说很多年 他跟我们说每天晚上睡觉 他就跟神说 如果你给我最大的恩典 就是我今天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 有这么好命的 他就这样祷告 他祷告了十八年 早上醒来 他说我竟然还活着 所以把这一天献给你 因为这是新的一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有每天的表现 就是原来这一天是新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2016年是一个崭新的一年 你过过吗 没有吗 我跟你一样 我从来不知道2016年的 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会知道我也不会知道 因此今天要献给上帝 因为这一天是上帝所给我们的 我们献给祂 让祂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我们的荣耀 祂在我们身上竟然可以得荣耀 如果你是不会反省的人 那没问题了 如果你会反省的人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这样的人他可以用我 我这样的人他可以说我荣耀他 怎么可能呢 但是当你把你的生命献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这样把事情做了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每天该做的事情就是 天天改换我们的心智 天天改换我们的心智 叫我们一天比一天的心智 更靠近神 上次我们提了 当我们更换了心智之后 我们就发现原来圣灵是一个会担忧的神 祂会担忧我们 而且圣徒应该有一个体统 就是当一个基督徒有了生命 有了心智 有了生活 祂要怎么样过每一天的生活呢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一段 每天怎么样过今天 我们来读以福所书第五章 十五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五到二十节 每一个句子都非常的短 而且精简 如果你可以打开周报的第二页 这里有非常清楚的 这个印刷出来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 请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司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 一个基督徒 一个有生命的人 又天天改换心智的人 他要怎么样面对他 每天的生活 怎么使用他的时间呢 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我们要先看到的是 十五节和十六节 我读给各位听 他这样讲 他说你们要谨慎 并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这里是讲的是 时间的问题 到底 时间是什么呢 到底 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如果你跟我的年龄一样 你一定记得这句话 我不知道年轻人 知不知道这句话 因为你知道所有的话都一直在编 对不对 我们年轻的时候最常说的是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杰瑞你们现在还说这个话吗 还说 那现在看来这个话不太容易改编的样子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是说时间非常的重要 重要到比什么还宝贵 你相信 我看不出来你相信的样子 我们真的相信 时间比黄金还要重要吗 其实这个是在形容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而且宝贵的像黄金一样 我们勉励人 特别是老人家 比如说像我鼓励我的儿子 我们会跟年轻的孩子说 少壮什么 老大 涂丧杯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一句话是老人家失去了多少光阴才体会到的 这个不是你天生下来就会的 一个人没有失去很多的时间 一个人没有后悔 他说不出这个话出来的 他说不出这个话 到底光阴是什么 到底时间是什么 很多人说时间就是金钱 你看第一个反应就这样子 因为刚才才说一寸光阴一寸什么 所以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可以说时间真的是用来换金钱的 不是吗 现在不管你几K 你所有的金钱都是时间换来的 时间换来的 你没有拿时间出来 老板会给你钱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老板不会给你钱的 你拿时间来换 你拿时间来换 如果你不花时间 你又没办法得到金钱 反之亦然 有的时候钱也可以换到 不是吗 除了大限那个时间 很难用时间换到之外 大部分的时间 也可以用金钱来换 其实金钱跟时间是可以代换的 我想我们都理解 但时间还不只是金钱 时间其实是什么 是生命 其实时间是生命 生命怎么样计算 怎么计算 怎么计算 时间 这就是祂的生命 对我们而言 时间到了 生命就结束了 生命在我们里面 时间在我们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用完的一天 都用完的一天 我从将近二十年前 开始帮林志平 林哥 教在中原大学教课 后来有一段时间 叶淑珍姐妹也让我 去帮她教课 教到现在 我还在帮叶淑珍姐妹教课 她每次要我去教课的时候 就会叫一辆车 载她过来我家载我 她非常的尊重老师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 那每一次在去中原的路上 我们就聊一聊 她每次再三交代我 你今天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讲那一句话 我就说为什么一定要讲那句话 好像我永远只会教一些 很简单的东西 我不能变化吗 她说不是 她说这么十多年来 我的学生 每一个对你这句话 印象最深刻 她说所以你一定要讲 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她要我讲哪一句话 她叫我讲的这一句话 是我自己发明的 那句话就是 就时间而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穷人 就时间而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穷人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就时间而言 我们是有钱人的 我问你有钱人跟穷人 怎么区别 有钱人花钱怎么样 花不完 有钱人花钱怎么样 不在乎 穷人要怎么样 数着点花 穷人要数着点花 你不能一直花钱 因为你的钱有限 心盖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在数着点花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有钱人 在时间上面年纪越小的 看起来越有钱一点点 对不对 因为她存留在地上的生命 可能比较长 不过我加了可能两个字 你就知道可能也表示什么 可能不 我 刚刚从研究所毕业以后 我就在名传教书 那个时候名传 还不是大学 是二专三专 我就二专三专五专 我就在那边教书 我在那边教书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全校都是女学生 没有男学生 全校是女学生有一个麻烦 如同全校是男学生一样 不过全校是女学生 比全校是男学生更麻烦 因为就不顾形象 所以我在那边教课的时候 很麻烦 学生会随时会有上课时间讲话 不像现在在大学教书 真辛苦 现在大学教书很辛苦对不对 学生都不讲话 你怎么逼大哥不讲话 我就是不想讲 我就是不讲 那我们那个时候不是 那我就鼓励学生讲话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他讲话 我才知道他吸收多少 所以我就跟学生说 任何 我到现在还是 我现在在教书 任何时刻 一有人举手 我就停下来了 我就觉得他讲 有时候学生很生气 就跟我说老师 你为什么让他讲话 浪费我们的时间呢 我说不 他讲话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因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他会讲话 就表示他有话要讲 他会讲话 代表你们都有话要讲 那么他讲那句话 我就知道你们目前到什么地方了 我会从这边再给你加一点点 让你知道 有一天我在那边讲说生命很重要 我看他们年轻人 都十几岁 然后就浪费很多的时间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年日 都是有限的 你知道我才讲了一句话 还没讲 然后就举手了 就学生举手了 我就说好你说 他说老师 他说你会比我们早死 你知道学生十几岁 就说老师你会比我们早死 我说人的年龄在地上都会离开的 他就这样跟我讲 然后全班哄堂大笑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那也不一定 我说有的人就是喜欢插队 然后他们就大笑 然后我说不可能 大家都讲说不可能 先来的要先走 听得懂吗 后来我也不跟他们讲话 我们去开始上课 就在那一年 那个是上学期 那是一年的课程 到了寒假的时候 大年初四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个学生打电话给我 说老师 他说你记得某某某 我说我记得 坐在那个位置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记忆力非常的好 我所有的学生的名字 我都记得 我一口气教七个班级 我最厉害的时候 可以把他们的 其中考的分数都记得 所以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走过来的时候 以为我不认得他们 我就说某某某 他吓死了 他说老师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当然知道你的名字 他说你教那么多的学生 这就是年纪轻的时候 他下面吓死了 后来他就跟我说 老师你记得 我说当然记得 他还住在哪一排 哪一个位置 他就跟我说 老师你知道吗 他今天早上被火烧死了 我说怎么会呢 他说他跟他的妹妹 因为火灾没有逃出来 因为铁窗的关系 从外面烧进来 他铁窗打不开 就烧死在里面 大年初次住在板桥 三十年前的事情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知道了 所以学期开学了 就下学期我就去上课 我去上课同学们都很难过 我也很难过 我进去我就说很难过 同学又有人举手了 我就叫他说你说 他说老师你就是乌鸦嘴 如果不是你说他就不会死 我说哪有一定呢 对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会活多久呢 有人活不过五岁 有的人三十岁就过世了 可有人也可以活到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 我告诉各位 不只六十岁的人 距离他的死亡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年日 我们甚至不知道两岁的孩子 他的生命还剩下多长 所以什么是我们的时间呢 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说浪费时间 就是浪费生命 一个真正了解 时间跟生命关系的人 他才会爱惜他的时间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班上有一位同学 大我们五六岁 五六岁 为什么 因为他是先去读军校 然后就去做老欧 士官 然后退下来 然后他才来到我们班上 你知道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读大学吗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他显然年纪就比我们大 那个年代 现在不是了 那个年代读高中是很 读初中已经很辛苦了 读高中也很辛苦 对不对 到了大学怎么样 就解放了 就很开心 现在读大学没有解放 为什么 因为高中就解放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的 高中要拼命的念 拼命的念 拼命的念 然后就考上大学 现在不是 现在大学每一个人都可以念 我们那时候落榜的 比考上的还多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进去就很开心 那个同学 我们见到他了 那时候学校办舞会 办郊游 彼此认识 花很多时间在玩乐上面 那个同学也不参加舞会 也不参加郊游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我们就去问他说 你不喜欢跟我们相处吗 他说我当然喜欢你们 你们年纪比有轻 都是我的弟弟妹妹 我当然喜欢你们 那我们说 那你为什么不参加我们 所办的所有的活动呢 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说你要知道 我年纪大了 我动作也慢 我是加分进来的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每一个人 头削得尖尖地冲进来的 我们是加分进来的 他是退伍的 他说我怎么能跟你们比呢 我们就跟他说 你不知道大学的英文 怎么念吗 大学的英文怎么念 由你玩四年 对 我们说你不玩四年 至少玩两年 不玩两年也可以玩一年 他跟我们说 他说你们可以去玩四年 我该玩的 我都已经玩掉了 他说我真的不可能 跟你们一样 他说我剩下来的四年 要拿来读书 我将来还要考律师 我还要考法官 对你们来说那不太困难 对我来说就是比登天还难 后来我们等到大学毕业了 研究所毕业了 才发觉他说的是对的 他说的是对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我们发觉 一个认识生命宝贵的人 他才会爱惜光阴 但是爱惜光阴 这个爱惜这两个字 我们不是很准确的知道它的意思 我们说爱惜一个东西 我们说爱惜这个东西 我们用完了就要把它怎么样 整理好 然后收起来明年圣诞节 我们再拿出来用 但是爱惜光阴的爱惜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习惯性的说爱惜光阴 其实准确来说 这个字在它原文的意思是 把握时间 不是爱惜时间 这是两件事 把握是积极性的 它是告诉我们说 时间要用代价 用金钱把它抓住 我再讲一遍 时间要用代价跟金钱 把它抓住 不是把它留起来 我告诉各位时间留不住的 我们常常说 管理时间 管理时间 对吗 人可以管 事可以管 情事可以管 只有一个管不到 叫做什么 怎么管得到时间呢 怎么管得到时间 因为时间是不会停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时间是不会停的 所以这句话的英文 其实它是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time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time 就是把时间做最有效 扩张的使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得了新生命 我们不是要忍受在地上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我们要回到天家才享受 那不是 不是 那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就要 Making the most of our time 我们的时间 我们把我们的时间 做最好的使用 我们再来读一次 这段圣经 那怎么样好好地使用 我们这段的圣经 我们的时间呢 我们来读十五节 十六节 我们来读十五节 十六节 预备请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这里提到谨慎行事 跟爱惜光阴的关系 其实爱惜光阴就是 谨慎行事 原来爱惜光阴 不是把时间装在 盒子里面 那个是泥框在写的 时间只能好好的使用 所以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时间 那怎么用时间呢 所以请你写下来 一 把握新人的生命 就要谨慎行事 爱惜光阴 不是把光阴 存在一个地方将来再用 光阴是你要用掉的 但是怎么用 怎么用 爱惜光阴有一个比较务实的表现 就是谨慎行事 谨慎行事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爱惜光阴呢 那就是他怎么样表现出 他怎么做事 他怎么做事 前两个礼拜 我大概写信给将近一百个人 都是一个群组 除了一小部分 不是传道人之外 其他都是传道人 大概七八十个是传道人 我写信给他们 都是一个群组里面的 在LINE或者WeChat里面写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亲爱的童工 好不好请你在今年的最后两个礼拜了 请你务必找到时间 一天或两天 整个安静下来 暂时不要做别的事情 回想这一年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你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 并且把明年你要做什么事情 有一点安静 有一点预备 有一点祷告 我说你必须安静下来 我写了出去十层大海 完全没有声音 到了昨天终于有人回信了 昨天是初二 昨天是1月2号 对不对 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一天 可能是昨天 终于有人回信了 他说要在这个时段 早到一两天时间安静 是几乎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人说阿们 换句话说 我们大家都忙坏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 安静下来想一想 我们的生命是怎么过的 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如果这样我们怎么能说 我们谨慎行事呢 我还在写日记 但是我写日记不是每天写 因为我发觉 我写了很多年 我就发觉每天写日记有困难 而且每天写日记是片段的 我是每隔十几二十天 我就生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以后我就开始写 过去这十五天 或过去这二十五天 或过去这十三天 我的生命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我这样写已经很多年了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用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记忆体不是很大 其实不能怪我们的记忆体不是很大 是因为外面的数据 跟知识太多了 对不对 一直进来 结果我们就被挤出去了 我绝对现在不会笨到问你们说 上个礼拜我讲什么了 你听得懂吗 因为那个只有让我更伤心而已 因为不是你们的错 是因为太多信息一直进来 一直进来 所以我就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心想 过去这半个月或过去这一个月 到现在还有什么是我留下脑子里面的 然后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那一个人跟我说那句话 到现在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我碰到这一件事情对我的感受是什么 过去十几天了 我的得着是什么 凡事只有记得下来的 才成为我生命的资产 记不住的都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要把一个经验 做再一次的使用跟传承 必须那件事情我记住了 而且我反省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可能不赎回我们的时间呢 我们怎么会事情做完了就let go呢 不可能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没有谨慎行事 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谨慎行事 就是记取经验下次不要再犯错了 这叫做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是我们做完一件事情之后 我们要想我当时这样做对吗 我是怎么做的 我那个时间做对吗 你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这样 我们叫做谨慎行事 我们叫做爱惜光阴 第二 那为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呢 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 我们来读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十六节 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在第一世纪保罗就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这个现今 对保罗而言是当时 对我们而言是现在 对中世纪的人是中世纪的时候 换句话说当主耶稣来了以后 已经进到现今了 现今是末世 末世不是最后一天 末世不是还没有来 末世已经来了 末世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 开始就是末世了 我们随时预备好 这个世界会结束 因为第二次来 这世界就结束了 第一次已经发生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第二次 所以当保罗说 现今的世代邪恶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之所以需要爱惜光阴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不懂得使用我们的时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在台湾的生活蛮忙碌的 对吗 你忙不忙 你不忙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忙 我们现在很忙 我曾经在这边说过 我其实佩服的人有一个 好几个 其中一个叫做贾博斯 或者大陆翻成乔布斯 对不对 Steve Jobs 我一方面非常佩服他 但是我一方面很感谢主 还好他早一点死 他如果不早点死 我们会死得更快 现在我们拿的手机 都是拜他所赐的 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 万劫不复的地步 吃饭的时间就把手机放在桌上 有没有 然后菜上来怎么说 等一下 我跟很多人吃饭了 每次要吃饭了 菜一上来就说等一下 为什么 我就不懂 每一顿饭都要拍这么多照做什么 为什么每一道菜要拍下来 你不就把它吃掉了吗 对不对 你说没有 我要做个记录 我的问题 My question is 你后来还有再看那套菜吗 没有啊 你不觉得现今的世代邪恶吗 因为我们的思想全部被控制住了 我请问你 昨天晚上最后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不要诚实说 免得大家很难过 今天早上你第一件事情拿到的是什么 牙刷 还是 你自己说了 我没说 全世界的人都这样 全世界的人都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绝大部分的人 终其一生都是被潮流所影响 人家有这个 我也要这个 人家用那个 我也要那个 当我们拥有更多物质的时候 我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换取金钱 或者保持那个我们所拥有的 我曾经有过一条领带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条领带 我还记得它的颜色 我穿衣服非常简单 无论穿什么颜色的都是那条领带 所以最好就是买白衬衫 你知道吗 因为不然的话颜色会搭不上 到后来就有两条领带 我记得那是一条绿色的领带 跟这一条红色的领带 所以我就可以度过所有的困难 婚礼 丧礼 对不对 对 就这两个最严重 其他都还好 后来就有三条领带 四条领带 我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 领带很多 你知道这样今天早上 我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抓一条一件衣服 是什么领带都可以的 然后随便抓一条领带 这样只要一分钟就解决 如果你要好好的配一配色 你就很辛苦了 我认识一个人他有十几只手表 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多手表 他说要配衣服 真辛苦 我心里想领带都这么辛苦了 对不对 他要配手表不是比我更辛苦很多吗 他要是休闲的还是正式的 是要看什么场合 所以这么多东西你要维持起来 你太辛苦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就会拿钱去换你所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比如多一件衣服 多吃一顿饭 多享受一个物质的环境 获住大一点的房子 这些都要用生命跟金钱去换回来 你放心我没有仇富 我不会说你不可以这样用钱 我只是说你要想一想 你这样花时间你觉得如何 我再说我没有仇富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这么多年来 我大概过去的五六年六七年 我已经下定决心 我还维持得蛮好的 我有两个习惯 第一个我绝不买东西 你不要紧张 我没有向你募款 我生活费够的 我没有要你奉献 我只是告诉你 我的生活的形态 我改变一种 我再也不买任何的东西 你不需要跟我一样 因为你跟我不一样的环境 你可能跟我不一样的环境 你可能跟我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你不需要跟我一样 我只是告诉你 我下定决心不要再买任何的东西 而且当别人送我一件衣服的时候 我就去丢掉一件衣服 不然的话我太辛苦了 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说 李健你去数一数你冬天跟夏天 所有的衬衫共几件 知道男生知道自己有几件衬衫的 请举手 我不要问女生 因为你们绝对不会有人举手的 我不相信你算得出来 I'm serious 你现在算好数字 你回去再算一次 包括抽屉里面打开来 还没开封的算在内 你先看看你有几件衣服 我不要问那么复杂的东西 你有几双鞋子 你都很难明白对不对 不要忘了还有蓝白拖 那也是鞋子 那也是鞋子 我们到底有多少衣服 我们到底有多少东西 很辛苦的 我再也不买东西 我真的 为什么 因为花很多的力气 然后旧的要不要丢掉 我问你 要 还可以用 那你不丢怎么办 它占据了那个位置的价钱 蛮高的对不对 尤其你在台北市 你的房子是多少钱租来的 你要堆在那个地方 有一天我太太就跟我说 你去把你的衬衫 最不要的实件丢掉 有人要的 我就把它通通整理出来 拿去给别人 都可以穿 有的人家送我的衣服太大 我一直舍不得 打开来 看了穿了太大 我后来决定全部送掉 太大太小的全部送掉 反正摆了也不会再用了 今天早上起来 我习惯性的就是很习惯 就是穿最简单的 我抓了衣服就穿 所以你们看我穿这样 我不是特意装扮的 我是最简单的方式穿衣服 最简单的方式穿衣服 今天我有一件 就这件穿的这件外套 西装外套 我已经穿了很多年 今天拿起来 我又拿起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你要改变 你不要又做一样的动作 我就说好 我就去看我另外的那个西装 我拿出一套西装出来 这里都是灰尘了 我就拿到厕所去把它拍一拍 然后我一穿 我一穿发现穿不下了 那我本来想要再换一件 后来想说算了 我就把它丢在 就挂起来 然后我就再穿 我的习惯的这一件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怎么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应该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跟别人很多人吃饭 真的不是爱吃饭 我们是想跟人在一起 真的 如果你不是想到人 你只是想到吃 多可惜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 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得到新生命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 我们该活出来的 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件事 我们就可以好好把握我们的时间 我们来读17节跟18节 17节跟18节 17节 18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知道把握新人的生命 就是要 讲了半天 你们连这样都记不住 谨慎行事 所以你看我就说东西太多了 塞进去就跑掉了对不对 把握新人的生命就是要 谨慎行事 要谨慎行事因为 现今的世代邪恶 那我们怎么样在现今邪恶的世代 谨慎行事呢 有三件事 第一写下来明白主的旨意 明白主的旨意 第二被圣灵充满 圣经不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 我常常跟人家讲要好好读圣经 好像你好好地读武侠小说一样 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些小小的亮光 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 你圣经读很熟了之后 你会发觉有很多的亮光在里面 一段圣经它一定有一些key 在那里 要谨慎行事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那怎么样谨慎行事呢 下面告诉我们三将 第一个要明白主的旨意 要明白主的旨意 这里告诉我们 要明白主的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生非常有限 你不可能做完 你想做的每一件事 不可能 第二 我们不可能完成 别人期待于我们做所有的事情 不可能 第三 我们甚至不可能做 我们应该做所有的事情 你说又不能做完应该做的事情 又不能做别人期待我的事情 又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做所有的事 很多人什么事都做 我在四十出头的时候 就有人告诉我 他说 一个成功的人 不是做更多的事 乃是做更少的事 我不相信这句话 我说那做更少的事 就不成功吗 一定做更多的事才成功 后来我终于知道他的意思了 他说如果你要把一件事情 做最有效的使用 把它做得最好 你就要把所有的时间 集中在那件事情上面 你不要做那么多 我一直到最近五十多岁了 靠近六十才明白过来 原来他的意思是 不要做那么多 问题是选择做什么呢 选择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选择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所以这几年我刚才提到 我有两个很大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我不买任何的东西 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你不要有罪恶感 这是每一个人自己要面对的 因为可能我就是会 花掉这些时间 我舍不得 我后来发现不应该这样 所以我凡是没有的东西 坏掉的东西我就不换了 我就不换了 因为少一个好一个 我就不要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就是每做一件新的事情 我都问神说要做吗 我以前很有负担很多的事 一下说这个要做 我就很有负担 我现在一定要问神说真的吗 一定要吗 你可不可以把它拿掉 如果你不让我做 我是最高兴的 我能少做一点 就少做一件 我到了这个年龄 我大概只能维持 现在所做所有的工作 除非神告诉我你再做 我就不做了 我就不做了 你说那怎么可能呢 我告诉你所有的事情 都精益求精 你不可能这件事情做到这样就可以的 你一定还可以做得更好 这件事情是托付我的 我就要把它做得很好 我三月的时候 我反正我就是迷迷糊糊的 两年前答应人家要去印尼 然后我就很后悔 可是我再怎么跟他说 我不来可不可以不可以 我不来可不可以不可以 他就说你答应我 你就一定要做到 结果我就去了 我去年三月 就是2015年三月 我到印尼去 我去的时候我很挫折 因为你知道印尼是一个 英文比较不好的地方 而且他们人数够多 他们讲自己的话 他们就能活下去 听得懂吗 他们全部讲印尼文 而且他们排华几十年 所以他们不需要讲华语 以至于后来就不讲华语 所以华人有两千万 绝大部分不会讲华语 所以我就语言不通 我就跟神说 那你让我来这边干什么 我每一堂讲道都要翻译 那多辛苦 你要知道翻译 就打80%到70%的折扣 我为什么要到这边来 我就跟神说我不来了 可是那两个礼拜 我很痛苦 我到了好几个地方 我就每次跟神祷告说 你的意思是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再也不来了 就没有想到我走以前神 跟我说再来 明白主的旨意 我就说好 是你要做不是我要做 所以你要付全责 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 神不要我们做我们就不做 很多人说 我没有功劳就还有苦劳 我告诉各位没有苦劳 没有功劳 有人说没有功劳 我也有苦劳 这是个错误的讲法 你苦了这么久 还没有功劳 是应该被责备的 对不对 你苦劳做了这么久 没有功劳 你是应该被责备的 所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句话是不对的 如果没有功劳 只有苦劳 怎么算有功劳 你既然没有功劳 就是要白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要明白主的旨意 我不知道我们在做的弟兄姐妹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知不知道上帝 要我们今生做什么 我现在所做的事情 跟神要我做的事情 有没有连在一条线上面 我们不是过一天 算一天 得过且过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同 在我们有生之年 应该活出怎么样的结果 是我们跟神面对面的关系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那现在问题是 我怎么明白主的旨意呢 我只是很简单讲就好了 你要知道像约伯苦到这个地步 后来神还是回答他了 在旋风中回答他的话 以利亚灰星到了一个地步 她说我就死吧 神在微小的声音当中跟她讲 我要你做什么 所以神一定可以向我们说话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灵恩派不灵恩派的问题 你不要紧张 神如果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 祂就不要做上帝 祂如果要做上帝 祂一定愿意告诉我们 要我们做什么 不然保罗也不会说要明白主的旨意 如果明白主的旨意这么难 怎么叫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呢 我告诉各位明白主的旨意不难 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请我吃饭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我终于 好像明白主的旨意 一个小小的 他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真的很好笑 他在买 这是他自己讲的 他说他在买两四包水饺的时候 他说突然有一个弟兄的脸 跑出来 不是真的跑出来 你吓死人对不对 就在他的心里面浮出来 他就说那个弟兄 他上次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 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 那个弟兄就说 那我想吃水饺 他说要不要吃水饺 后来他的弟兄说他要吃水饺 他就说不过我还有甜点 算了不吃水饺了 后来他就 他说那个弟兄的脸就很挫折 以后他还是说不要吃了 浪费肚子对不对 我们就来吃甜点 可是那天他在买四包水饺的时候 他说那个弟兄的脸突然浮现出来 他说他就多买了两包水饺 而且专程把这个水饺送到 那个弟兄家里去 他说送到的时候 他说那个弟兄的脸那个表情 就是很感动跟感恩 他问我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 我说这就是神的旨意 那你接不接受随便你 这就是神的旨意 弟兄姐妹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神的旨意 祂你敏感的去体会 神的旨意会临到我们 神会向我们感动 你当然了 你更多的人你是读圣经 要孝敬父母 这个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做的 但个别的给我们一些 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神会做 第二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不是让我们好像做奇怪的事情 因为在这里讲说 被酒充满跟被圣灵充满 被酒充满的是被酒取代了 他原来应该要做的事情 跟他的想法 被圣灵充满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被取代了 他外在的表现不一样的 你知道我自己没有喝过醉 喝酒喝过醉 我没有 我没有 所以我不了解 我不了解 可是我看过一些醉酒的人 我就稍微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因为有些人喝酒醉之后 他不喜欢唱歌了 他会一直唱歌 有些人喝酒醉了之后 他就跑去睡觉 有些人喝酒醉了之后 他就会大哭大闹 有些人正常的时候 我有一次跟一个人吃饭 那个人还是非常有身分地位的 讲出来 真的是不好意思 他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 结果没想到那一天 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一开始吃饭 酒就喝多了 他从头到尾都在讲脏话 你简直不敢相信 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因为他被酒充满了 他事后完全不记得 什么叫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就是上帝取代了我们 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绝对是会在有次序 跟规矩的里面 不会让你乱七八糟的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 上帝就是一位上帝 所以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做出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来读十九二十节 我们要除了被圣灵充满 除了明白主的旨意之外 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当用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第三件事情怎么样 在这现今邪恶的世代 谨慎行事呢 就是写下来赞美 感谢神 你发现一件事情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 一个人明白主的旨意之后 他就会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以后就产生一个结果 我们会赞美神 我们会感谢神 但有可能你 还不明白神的旨意 你也没有经历 常常被圣灵充满 你还是可以用第三个方式 赞美 感谢神 顺境的时候 可不可以感谢 来 我问你 逆境的时候可不可以感谢 我告诉各位更可以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逆境 你事后回想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你说对吗 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就可以赞美 感谢神 我不是在说好笑的事情 或者说风凉的话 我告诉各位 这些事情都要让我们经历上帝 经历上帝 如果我们自己在困境当中 我们要感谢神 这个必须学会 保罗说的 让我们学会明白主的旨意 被圣灵充满 而且怎么样 感谢赞美神 我们一起起立 来唱最后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起立 一点点小困难 就让我们举步维艰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把2016交在你的手中 2016是你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日子 2016是你让我们得荣耀的日子 2016是你释放我们的日子 2016是你让我们身体健康的日子 2016是你让我们的家庭复兴的日子 2016是我们工作改变的日子 2016是我们教会再一次被复兴的日子 我们一直把我们每一个人身体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灵命都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让我们每天更新我们的心智 让我们每天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每天被圣灵充满 并且一早起来 我们就用赞美感谢的话 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